Hello 大家好 今天YOSHIKO要來跟大家分享什麼呢? 因為小編一直跟我說 要請我分享 設計師建議的幾個必備的 一定要的 必備也好 設計也好 五個 哇 五樣設計 一個手指頭 欸不是 一隻手掌五個嗎? 其實我或許會超過 五個以上 因為要我取捨 其實前陣子有人說 要到五孤人島 你必備一定要帶什麼去 我真的 他跟我講的時候 我非常的 什麼都想帶 OK 拉回正題 偏離了 我覺得居家空間喔 除了很好的動線以外 那再來就是 覺得陽光 空氣 水吧 那麼在家裡 怎麼會有陽光呢? 當然就是採光 採光是很不價的 那再來空氣 因為現在就是 因為空氣品質越來越差 還好現在已經是 後疫情時代了 我覺得家裡 空氣清淨機是必備的 它可以過濾一些病菌以外 也可以 過濾PM2.5 其實不只是我老公會過敏 因為現在其實 前幾天客戶也給我反饋說 哇他們家養了三隻貓 變成貓的毛很容易掉 變成孩子也很容易過敏 大概自動掃地機器 機器機嗎? 喔 喔 自動可以 掃地機器人 喔 掃地機器人 Sorry 可以協助以外 當然就是 空氣清淨機也很重要 那麼空氣清淨機 現在也很多元 有放著很漂亮 當DECO的 那也有吊頂在天花板上的 跟廚師機 空氣清淨機 還有冷氣 能夠 all-in-one的 都出來了 這也是我覺得 一定必備的 然後水呢 其實每個營養師啊 醫師都建議 我們的 公斤數 乘以多少 我不知道啦 好像乘幾倍 就是你每天必備的 我知道 我一天都喝不到1000cc 所以變成喝水的quality 就更重的是這個質量 我覺得喝進來的水 分子越細 越洁淨 然後大概留下礦物質 是最好的一個飲用水 這是我個人建議啦 所以 綠水器也是必備的條件 接下來 廚房的部分 廚房我覺得 必備的 應該是 很多屋主其實很希望有 天使區 快草區 每個媽媽都夢想要一個 中島 就以我家來說 我家有設計一個 中島兼吧檯兼料理台的 一個長桌 那是all in one 合在一起的這個 功能的桌子 中島 我覺得也是 空間裡面 屋主裡面的設計當中 他們都希望一定有個中島 那麼 其實 台灣 甚至台北的這個 房子 地小人籌 所以 設計的評校上面 大家都需要 能夠 收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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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納功能 多再多 那我上集有說到 其實櫃子做太高 藏在地板下 其實很多時候 都不會去拿 所以呢 我的建議是 收納可以做 譬如說 床邊的 卧榻的下頭 還有 我們可以設計 仙床 下面也可以放一些棉被啦 換氣的一些 床罩 床罩 等等的 還有就是 利用我們的床頭板 床頭後面通常有壓樑嘛 很多客戶就會 Kill這個樑的問題 所以在床頭的背後的 Space 有樑的下面也可以設計一些櫃子 那現在 小編超過幾個的了 已經5個了 啊 Sorry 5個 但是我還可以再增加一個嗎 因為浴霸不能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 除了廚師機以外 浴室裡面必備一個就是 熱毛巾桿 因為 我常常說嘛 毛巾 就是很容易角落都會 發霉 然後霉菌產生 所以 熱毛巾桿也可以讓你的毛巾 通常是這樣 啪啪啪 就是 很乾燥的 它也可以讓你的浴室空間 比較乾燥 我覺得這也是 必備的 當然已經超過 5個了 其實 必備的東西 很多 所以我們常說 需要跟想要的 真是 沒有辦法取捨 好 到結尾囉 大家記得 按讚、訂閱、分享 哦 那麼今天 小編給我的這個難題嗎 當然是 我想我已經超過了 5樣了 但是 這都是我的中心的建議 適合我自己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麼 如果大家 聽了我的 分享 有說 感覺的話 也可以留言 跟我分享 你們家 或什麼 也是 不可或缺的東西 我們可以有雙向的互動 也不錯哦 那麼 我可以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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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